这款棋将解释冰仙围城 2014年的韩信碑明日赛 9年之前双方下这样一盘棋 红方徐云川 黑方是扑方饶 开局是飞向 对战的是左中炮 那么红方走得上马 黑方他也上马 红方出鞠 黑方出鞠 到这红方显上了屏风马上行 黑方走得是上正马 这个棋其实可以走五六炮 或者是巡河鞠 走马二进三的话 其实红方就可以抛二进四 加以封锁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构思呢 因为这个棋 黑方如果进三组 红方将来可以走进三兵 随时可以抛八进四 加以封锁 所以的话这个棋容易吃亏 在最新的锦绣杯中 孟臣就靠这个棋战胜了对手 那么黑方实战走进七组 他是希望上马反击 红方到这也不怕 你上马之后 他可以选择掌局 这个棋你要是充足 他可以浸泡穿你一下 所以到这的话 反而会过一个兵 那对方这个足丢也太可惜了 平常的话他就拆炮 不让你去过来吃他 找机会再冲 那红方这个棋 他浸泡 到底是一样 你充足他穿你 所以这边你少费一招像 所以到这的话 还来不及冲 那眼看人家要冲兵 欺负你 退回显得憋去 他选择吃掉 这样的话红方就拼炮 那么通过一个对局 欺负你的马 就问你往哪里逃吧 这儿对方这个棋确实尴尬 他远路返回 红方就冰激进去欺负他 黑方一看他退回吧 到这儿红方仍然去冲 你还不能踩退炮 怎么办呢 正常是金炮隔断 踩着炮吃对方 但是你这么一走人家 冲兵再吃一个连吃双子 那你只是踩个炮 狮子这对方不敢 他决定走一个金炮 这是一个翘兽 就说他通过一个打马踩炮的方式 跟你去换这个子 红方当然是不愿意跟他轻易换的 虽然过个冰 但是便宜并不大 而他上马 看住自己的冰 比较厉害 那对方这个鞋啊 如果你踩的话 他冲掉拱着炮 平均吃着炮 这鞠过去还要吃吗 不不追杀 所以黑方他受不了 决定的话走一个马散退伍 这里保留一个踩炮先手 利用红方 红方呢就平均 还是利用黑方 黑的这个鞋啊 如果再逃的话 担心你甩炮下底下呀 所以这个鞋他决定给惯了吧 惯了红方一吃 现在找几回还是要欺负这个马 对方窝心马出不来的话 总是有问题的 这一捕食出老江 对方受不了呀 他决定加中炮 那红方刚好就捕食啊 黑方一看这个鞋啊 赶快掌居 意思是你出来 我给你一讲 红方这个鞋先走橘子进寺啊 就利用你这个炮 架上之后呀 自相矛盾啊 他本来点不进去有马 现在刚好就可以欺负你 黑方这个鞋啊 也就退 这儿的话这个鞋啊 红的先把中族吃了再说 他这鞋是算度深远啊 将来的话 这个马一走就可以扣中炮 镇住卧心马 黑方一看这还得了 干净上吧 接下来红方选择一个马五金器 把鞠挡住 这部鞋也确是经典 准备呢随时扣中炮啊 铁门栓利用对方 黑方一看那不行 我得先出鞠 红方顺势一将 黑方这鞋如果补右时啊 鞠四平六受不了 只能不做事啊 到这儿他认为有一个马 可以看住底线啊 现在红方选择招法是上马 黑方到这儿啊 掌鞠是要吃炮 红方顺势呢 冰五金一冲 看住了 黑方到这儿的话 就想继续去吃 把这炮赶走 红方这个马 跳得妙呀 对方啊 如果吃的话呢 就上了 如果再过来的话 将来他是有一个平兵啊 这个冰一平之后 有一个马去进八 太狠了 这个棋啊 挡住你 不能防守啊 就等着输了 所以临场他也是 没敢吃这个子啊 走到这儿以后 他走的是 鞠二平四 求稳 即便如此 红方也是这么一招棋啊 下部棋还是要 平兵往里跳 黑方就想 我先退居回去 你要是平兵 我吃你的马 就算你跳马将 我也可以退居 电场吃你啊 这个棋还是比较稳 即便如此的话 红方有一招 居四进一 吃马 黑的就只能退回坚守了 他主要是守住铁门栓啊 那红方这棋 仍然是出来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选择了 居四进二 那为什么要进居呢 因为这个棋啊 他是希望 居过来 把这个马给顶住 不顶会怎么样呢 比方说 你这个棋进住吧 他有这么一招棋啊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现在有一个棋居 你踩不踩 你一踩 跳马杀 你这儿如果说 想去跟他对决啊 其实他是白吃你一个决 这边你关键试不起来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棋很尴尬的 这对方也是很无奈的情况下 他走出了一个居四进二 就希望我能居四平 再把你顶住啊 顽强作战 不掉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仍然是窃进去 黑方现在这个棋啊 你如果不挡 居四进二一踩 跳马杀 如果你要挡的话 他踩掉你 这个棋你也是不好下 吃炮的话将死 那吃马的话 将来拱掉也是等着输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如果说你连个象吧 那这个棋一踩马之后啊 将会是一个绝杀 那你不连这个象的话 比方说你进个足 看红方怎么杀啊 这里红方仍然是棋局杀 非常经典的招法 你一次之后 他跳一将 你得连鞠啊 他把这个鞠踩之后啊 是一个先气后取 到这里还讲连鞠 你如果正常选择 飞向回上马的话 没有用 他这个兵一平之后啊 下一招回马是一个绝杀 因为你这个马 现在啊 没法防守 你一飞向刚准没过来防守情况下 他顺势一将 你现在上马出了将 两步起来不及啊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被杀 那么这二对方啊 如果知识会怎么样呢 他先啊 踩马一将 上来之后呢 他有这么一招棋啊 马去退伍 因为有马 左边出不来 因为有帅 右边出不来 这棋啊 左右为难 到这儿啊 就被绝杀了 所以地方不得不认输 这盘棋啊 徐云霜获胜 这盘棋 将解是重温经典 自从上海被之后啊 王天一和郑慧彤 很少下棋 今天咱们看一盘啊 王天一对郑慧彤的 经典续集啊 那么这是 2023年的四反决战啊 国际特大 普方饶 对着蒋川之战 双方就做了 战一盘棋啊 这个棋呢 就是对 2022年的上海碑亚 王天一对郑慧彤 总决赛的一盘 致敬啊 你们看 炮过来之后 啊 巡河局 打掉 飞向 出局以后上马 到这儿都是完全一致的啊 当时的话 这个棋王天一是飞的像啊 结果被洪方呀 宪兵 盖马三锤所利用 最终的话是受攻了 不过王天一啊 最后也是敬为天人 反杀了啊 那么 但是 一般人走这儿的话 可能他不愿意说是飞向啊 所以 这儿蒋川呀 选择一个巡河局啊 更为稳健一点吧 那红方就出局跟他对一下 你对不对呢 你不对他过河局 准备吃足亚马 所以黑方还是对掉比较稳 避免这个马兽工啊 红方吃回之后呀 控制局势啊 黑方暂时不能对 对完之后呀 得兵过去了 所以黑方他这边啊 想对局就得飞向啊 到这儿就是对红方的考验 你要不要送兵啊 你现在送兵的话 已经对了一个局 这样的话显然是参局啊 会少兵不利 红方临场就抢对方的足 黑方这时候对 你不对的话 他居八进八的点下来 这边吃着马 这边平居掏着马 那现在红方是要受攻的 所以红方这个棋啊 他也不愿意积外生枝 简单换掉 到这儿的话 双方形成一个经典的斗无拘局面 啊 那么看一下这个结局吧 那么红方啊 他先上马控制河口 黑方是走了个禁足 红方这儿的话冲兵 黑方就退一步想去打 那红方他做的是平炮 这个棋黑的就上 那这儿的话 红方他是一个骗招啊 我进一步 你要上的话 我就打掉你啊 那正常你打的话 我吃一个 当然你要吃马的话 他就吃个炮 所以你会踩炮 看住这个炮 他给你把马相掉 等你打掉之后呀 你是两个炮 人家是两个马 所以残局啊 马上炮 黑方是不利的 所以他连场就不敢上马 他先补格式啊 看你要不要打 红方不打的话 就浪费部署 因为你已经把对方马放上来了 所以他必须得打掉 将来找机会去把中族抢掉 但是因为黑方打着马 红方上不出去啊 只能往外上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即便你上马 他也可以上去猜你 因为你不能踩炮 将来还是双马丢双炮 兵种好 所以将来这个中族肯定要丢啊 那黑方就抢先抢 红方就抢 黑方也就上 红方他也上 那这儿踩着炮 他进一步 不然你上马 将来他有个马的进8 摩草马 这边过足的手段 所以红方得飞一个向 不然过 黑方就过足 红方先过一兵 黑方平足 红方可以考虑啊 先过中兵比较好 这个棋的意思在于呢 黑方他有一个上马破槽子起 你得补一招 然后他这边有个推炮去打 这里红方啊 可以上马 对方呢 必须得打 否则你先打这个兵腿上马 挂脚杀你 这样的话就不好下了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先把马换掉啊 再去吃 黑方就是多个足 但是红方这个棋啊 他出帅之后啊 随时可以把冰冰打掉 这样的话 红方这窝草马也有作用 所以双方这个子是一样多的 红方不怕 连场的话 红方并没有走冰武进 而是走了一招平兵啊 这个中局最关键的时候 左立不嫌弃 黑方开始了反击 你敢冲推炮一打 这样的话就会把中兵消掉 为了不丢兵 红方是退回啊 相当委屈了 打着相 他落相 打一步马 他一退 结果兵丢了 你一踩 他把炮也踩 你兵中差 所以不肯啊 这儿就冲兵啊 那现在这个棋啊 他就选自一个推炮 现在是要打这个兵 红方赶快上马 让他换 换完之后呢 这棋也是少了一个兵啊 黑方多组织时 开始围成 他是要踩中巷 落下之后啊 又打中兵 这个兵得保住 不然等着数 但这里有个空头炮 也是很厉害 这里红方就上 黑方顺势就一将 出来之后 再来一将 他就上去了 那现在这个棋啊 他想助攻啊 对方飞向 是不让上窝条马 下底线啊 这里黑方也飞向 红方这个马一上 准备跳将啊 这个棋黑方赶快 推爆去打 红方整一将之后呀 再推一将 对方落实 希望你踩扣住你 而红方下出了一个 上马打将啊 你落下他也踩掉了 现在你在落中向啊 可能回马窝条马 又利用你 索性的话 他这个棋啊 也不逃啊 就打你的马 这儿的话 对方啊 选择招法是打天将 这边就不格式啊 一个打马 一个落相抓炮 红方只好不是 希望交换啊 黑方他不换 红方无奈上马 黑方这个虾 他选择招法是 把式给踩了 到这儿 他也没有选择 这个落相去抓炮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落相抓炮 人家可以回马踩你炮啊 你炮也走 他仍然是甩开了 所以换掉之后 你没啥便宜啊 索性接吃 到这儿的话 红方就退回了 黑方这里回马一将啊 他的目的是把中兵吃掉 红方刚好可以打过来叫闷啊 那黑方刚好有个知识啊 到这儿的话 解除这个杀招啊 红方他是选择回马踩炮 到这儿其实应该进来 可能稳一点啊 但是黑方有个足在这里 还是不好下 别想他也踩 那人家一将啊 现在可以进来 这儿的话 黑的有一个上马 他就变大马厉害 红方现在退回 意思是你将军 我可以给你对上 反正你动不了 那对方你要是炮江 我就出来 你不是吃个马吗 我一个门宫偷杀你啊 那么黑方他在一将啊 不能被偷杀呀 然后就拼足去拱炮 红方就甩开 对黑方而言啊 只要进一个足 这边打着马 然后跳马叫着杀呀 这个棋就结束了 但那一场的话 蒋川选择的是 炮一将啊 然后出来 然后跳马一将啊 这个棋厉害 到这儿你要是下来的话 平炮将死了 所以他这个棋就选择了对炮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棋就换掉了 换完之后呀 我向打了 这个棋虽然没有得子啊 但是一甩炮之后呀 这三子归边啊 也是施波克达 最终的话 这个普方饶啊 归特达也就认输了 那么这盘棋啊 蒋川获胜 这盘棋 讲解是七子冷剑 2023年的四番体决战 这第四局啊 蒋川就上国际特大 普方饶 结果呢 这个棋啊 令人很意外 开局是对边局 这儿形成一个呼进马 红方上马之后 黑方就掌局 准备吃它 那么上一局我们说到 红方是架中炮 准备了菜中足 黑方就屏风马 准备继续吃 红方跳马之后 黑方一桌 红方选择的是薰和炮 找一个机会可以打 这边还可以出局 那么上一集啊 我们说到 九云真经上策 对方是以上马应对 结果红方有力 但是呢 本局是 九云真经下策 对方呢 他没走这个套路 走到个炮二间 这招起啊 就让红方陷入思考了 这个心理出局还出不去 打局还打不了 人一对炮 人家要闪击的话 一将反而被你踩掉了 怎么办呢 红方走的招法是横距 这个棋的话 或许也可以走右横距啊 方过掉比较好 这边空呀 那么走具有精力的话 对方啊 挡住他要出局 红方就不得不拆炮了 防守 黑方小追劲啊 开始挑衅 红方的话 就有局九平七 黑方冲掉以后 这边也就杀掉 对方他看住 红方正差也飞向 这个炮一退之后呀 他有一个局四精一 在过来打局的起 非常犀利 那么红方正常可以走局一精一 这个鞋意思是往过掉 对方如果要走局四精一打局啊 红方可以回马 把局往过闪开就行了 这个鞋比较稳 双炮封着局 黑方暂时不能怎么样 那么走破八尖二的话就顾军深入 看着好像这个棋啊 你看住啊 我这边的K平炮 其实他这里就这么下 你这儿一平之后呀 他有一个回马 反正这个棋啊 他就要强行打你的局 红方呢先打局 黑方就推 红方呢顺势把对方扫掉 其实还是应该破八推二 但是也是黑方反先了啊 你一打之后 他有一个处局 踩着你得子 红方正常就躲闪 结果黑方把炮给踩了 通过转换之后呀 他这个马又跳起来 准备了平炮再打局 红方这边的话压力很大 张局 想过来防守啊 但是此时已经时过境迁 黑方呢顺势一打 红方一闪开 这个小足一冲呀 你是非诚不可 他这边呢有一个炮打尸很厉害 到这儿你又不能鞠过来吃 否则的话我马打了 你要是吃掉的话杀一将 你要垫鞠的话我去打死 所以红方这棋就跟他拼了 黑方这个棋啊退一步 这个棋啊相当犀利了 他随时一打向 分边打局就厉害了 到这儿的话 红方赶紧就回马 踩着双局去拦截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还不能跟啊 否则踩局 这样的话会吃双局 那么黑方决定打掉啊 红方赶快吃掉 看住相 稳住局势 黑方仍然是甩炮下几线 红方这个棋 最好的招法就是平鞠过来 这样的话比较稳 这个棋黑的一股浆 飞向啊 甩炮的话进鞠啊 把这马按住就行 因为你鞠一走开就要吃一马 你不走的话 你这个穿姜他上去 暂时好像戳不开啊 当你想戳开的时候 他平炮一拦 随着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红的还可战啊 当然也是黑的好 那么临场的话 他没有去啊 做顽强的防守 而是放中炮 试图炮推 跟对方对杀 那么这个棋 低误了黑方的攻击能力啊 黑方顺势一将 那后方就飞向 炮一分边啊 这边点姜所以是要抽你鞠啊 那这边关键鞠有根都不怕 他这边这个棋啊 怕什么呢 比方说你推炮以后 他这边可以点姜之后呀 有一个上马 那这个厉害 把你挡住啊 红方你想出去抽你 你正常长鞠的话 他有一个鞠四平二 这个就厉害了 你一吃之后啊 点姜 这儿有一个打死鞠 所以他怕这招棋啊 那么临场的话 这个棋啊 确实防不胜防 红方这个棋 他只好掉鞠过来 提前防守 黑方的话就点姜 上来之后呢 鞠四平八 有一个双鞠错 红方为了解杀 炮五平四 可见你这个炮一平 为了炮五平四啊 肯定是浪费部署了 这儿还了一步棋啊 这个棋就很难交价了 黑方平均要吃马 这儿的话 红方啊 他选择的交法是 有像 这棋表面吃马 其实你一吃马之后 他有一个鞠杀底 是绞杀啊 所以他挡住鞠 不要说给你对 黑方暂时先不吃啊 不给你对鞠的机会 因为这个马还不活 虽然多子的话 不太好硬 他得先把这个马上来 然后的话 这边还要采鞠 这边还要吃马 看到这个棋的话 红方决定退回 守住 黑方是 得势不了人 继续利用它 红方也就平一步 看怎么突破吧 一般人走这儿 确实是啊 半天突破不了 看看这个龟特大 如何突破 他选择炮打箱 这些犀利啊 据说你现在向掉 这局杀过来 杀这个底势啊 双鞠抢炮 你鞠一过来 他跳马就把鞠踩了 一丢鞠就输了 所以你要飞向他 杀过来 你受不了 那么红的这个棋啊 决定双鞠现脚杀 黑方的这儿 其实有一个 鞠砍向 跳马 大鞠叫杀的手段 但这个棋太过犀利啊 对方有一个双鞠错的棋 所以临场的话 这棋还是比较 有顾忌 黑方决定捕士啊 问扎问答 红方趁机把这个炮吃掉 到这儿的话多子啊 但是仍然受攻 黑方如何杀进来呢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给你吃一个 你只要鞠一吃啊 他把你引力之后啊 再杀底势啊 双鞠抢炮 你就守不住了 所以为了看这个炮 他冲中兵 黑的也就吃 红的上马就守住 黑方这个棋啊 他选择鞠的底线杀 红方也就杀 到这儿的话 他这个棋啊 底线就是一将 那红方就跟他对一下 因为你不能出啊 出来的话 这棋一旦一吃马 这边有个杀棋啊 成亚军 这样的话 如果换掉 那红方会占优 那么 黑方他不换啊 过来吃相 这个棋确实是一贯人大 红方到这儿的话 也不敢吃这个马 因为黑方这边 一吃相 对局的话 这儿又吃这马 杀马的话再吃 这马也就僵死了 那么当你啊 双鞠一线的时候 准备去对啊 人家吃掉你 你再对的话 人家推到视角 你就对不上了 一旦捐归掉呀 这棋就危险了 双鞠错 所以这个棋啊 可以说四面楚歌 方不胜方 可见这个棋子算读之深远 不愧是国家特大 也不是浪得序民的 这里的话 红方走的是炮 是精英 先看住再吃 那黑子又退回不给吃了 红方到这儿 继续进去追杀 黑方这个鞋 他这个拘把兵给吃了 要吃马 红方正常顶住啊 那么黑方这个鞋 走了一招 狙协心意 红方吃 黑方他就将军 红方正为可以回马 看似已经守住啊 只要给他走到 狙卿推二就看住了 但是黑方这个鞋 狙卿推移 要骑确实犀利 为什么不走一个狙卿推移呢 狙卿推移可能担心 这个马上去看住了 他走这个鞋 你马不能动 看着狙卿兵我杀你 却无可奈何 到这儿这个鞋 你正常只能走这个炮了 当你走炮的话 你以为这边杀不死你啊 可以出来吃个鞠 也输 但是呢 他具体经营更狠 直接点死 所以蒋川一看这下 确实守不住 也就认了 这盘棋啊 普方仍获胜 这盘棋 讲解是强杀翻车 上一次收到草原里 输给孙一浩 大家表示不服呀 认为是靠规则去胜的 结果第二次啊 确实是啊 通过实力赢了 那么今天对象赵潘伟啊 他又赢了 可见啊 孙一浩实力确实不俗 他拿了今年的青年大师赛冠军啊 绝对是高手啊 那么这些比他厉害的人 也不能小视他 如果你要强杀他就翻车了 咱们看一下 2023年相架 第12轮啊 赵潘伟对上孙一浩 红方就想强杀对方 结果被人反杀了 咱们看一下 开局是中炮 对战骑马 红方挺兵之后 黑方出局 那一般的速度就是上马 但赵潘伟今天走的个马八顶七 这是一个布局新变 黑方呢 进足不管他 红方出局 黑方正常上 这儿红方走的是霸王局 黑方这个棋就散布虎 他希望呢 是你过来对局 给你换掉 换完之后呢 炮尔平宜出局 声东击西 一旦这个右鞠过来呀 欺负这个马 红方就不舒服了 红方他不着急给你换啊 先上马 他是等着你炮尔平宜啊 将来他这边可以平炮 你出局他给你对了 对完之后的话 鞠在泽河口 挺兵黄马 红方就很舒服 黑方这个棋 他就马三进二 意思是 把这个炮换掉 既然你不让我出局 我也不出了 我也不让你出局 那红的这个精英啊 出局 他这里选择了一个 炮八架 黑方到这儿 不吃也没到底 吃完之后 人家一抓 现在不但要吃炮 还帮马逼腿啊 黑方到这儿就忍了 他出局 势力弱 你要吃 那我给你换 到这儿以后 红方如果不换的话 黑方这个过河局啊 将来吃兵亚马 红方是有顾忌的 所以就简单交换了 顺便把对方马引回去啊 到这儿对方的弱点是七路马 红方的这个棋 自己也有弱点 所以他冲中兵 必要守双马可以连起来 首先解除了自己弱点 同时呢 同时呢还可以再冲中兵啊 这个马 清云直上啊 欺负对方的马 黑方这里就先补个事 因为你送兵上马需要两步棋 黑方拘到河口只需要一步棋 所以的话 你想通过马去踩马 那是威胁不到黑方的 所以的话 红方就利用拘过去啊 欺负对方的马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是先上马 把中足砍住 红方过去之后 准备去吃足亚马 黑方呢就点锯过来 准备对杀 红方他先下手为强 因为吃完马 可以杀一将有一个吃双的棋 所以黑方还顾不上去 吃马吃相啊 那么这儿他选择交法是退回 这个棋的意思在于 如果你盘通马 他上马踩你 所以红方只希望上马 他就要选择一个冲兵才行 然后呢这个棋啊 黑方就威胁不到红方了 那么他就先撤开说 当红方这个马上去以后 黑方这个棋啊 他想去压这个子 他也不敢压 因为没有用 为什么呢 你看压着之后啊 红方可以把中足打掉 对方现在面临吃相 正常是要補相 光他顺手就给他吃了 你想过来 他不让你过来 你不能威胁到这个马 那你就没棋啊 那么走到这儿之后 正常就把这个石箱一补就行了 你要强行给他换的话 你换掉你 换这回补相 将来他这个炮一走 这马就上去了 这红方这起啊 很明显是一个盛世啊 黑方到这儿不能轻挤妄动 黑方怎么办呢 他选择的招法是炮 到中间去打马 红方自然就上 想去铺巢 黑方先行一打 如果你不吃上马会怎么样呢 黑方这时候也要注意 他可以走一个拆炮就行了 多子简单占优啊 如果你先上马不行 因为他杀一将之后有一个挂脚 这边话就杀你了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棋啊 红方上马之后 黑方的正解是先拆炮 你将军啊 将来他可以把这个炮退回去 这儿的话看似有一个平区去吃啊 其实他这边有一个先拆后续啊 这儿就是抓你一下 你一吃之后啊 黑方不要急于采炮 否则的话 对方抽一张给你换 你还是能没骑 黑方应该走去上马 当红方想去采炮的时候啊 但是黑方有一个回马先枪 你现在上马根本来不及啊 他现在吃着马得子 如果你非要上的话 他踩掉你八区 你抽的话再吃你一个 瞬间吃光了 所以这个棋黑方啊 他能够得回狮子情况下 红方是挡不住的 最终的话黑方会多子啊 所以红方这个棋 他不敢去用墙 这儿选择飞掉啊 不要明智 下不要上 那这个棋黑方就抢先上马了 这招棋啊 他断臂求生啊 确实是啊 很积极 如果说一般人左转舍不着这个像 那很可能一上马就崩了啊 现在这个棋 丢个像之后 将军就落实 然后呢 他是要获兵啊 将来是靠这个鞠马兵赢对方 黑的就先补个式再说 红的他也补个式 黑的把兵就扫了 红方这个棋 他冲兵 找机会上马去采取方 他足 黑方先抢个兵再说 红方准备吃足了 黑方就平均跟着他 这儿红方这个棋啊 直接吃 人家吃掉你没有用 那他决定就给换掉 换完之后有一个退居啊 杀对方像 可以欺负吗 不掉黑方他上马刚好一踩 吃双了 红方决定啊 就放手一搏了啊 这边你吃鞭我不要了 然后这个棋啊 正常是要吃对方的这个足的 但是你一吃啊 对方啊 他也有可能吃你 给你换 或者是他上马墙给你对了 所以这棋 红方就不够赢了 红方为了赢棋啊 他是走了一招 G5平3 意思是啊 这个G守着三路线 不让你铺巢 也不让你挂脚 底线将可以落相 可以说攻鼠兼备啊 他主要利用对方 去两个相 想杀对方 但是这个时候呢 黑方他仍然是吃掉 给你换 红方正常换掉的话 就是贺棋 但是因为赵攀尾想赢对方啊 他选择上马 下不去铺巢啊 但是G位还不佳啊 暂时不知命 黑方这不上马 就比较厉害了啊 这儿随时可以呢 有巨马冷招的起 不过红方有G守条线啊 应该是不怕的 那么正常招法 就是要选择一个跳马 那你指使拦截 我就一将 你上来之后 我就退局回来 走到这儿 你要是这么下 我再指使啊 你将军我上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棋啊 红方呢 可战啊 黑方虽然多足 这儿的话 他没有选择一个跳开马 临场的话 就想着我知个事啊 就没事了 结果这个棋啊 也刚好一将啊 关键你不能上 这个局点一将杀棋 现在你只能出 但是你一出的话 他G9平6啊 这招棋啊 偷了妙 叫着杀啊 把这个马给抽了 所以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红的就认了 为什么要认呢 因为你上老帅的话 就白留个马 你要这个事跟他换的话 他这边可能就给你换掉了 你这边一换之后 他杀你一将 现在他这么多足呀 你只有一个事 他包两个足就赢定了 所以这个棋啊 那真没办法 到这儿赵潘伟啊 想强插孙希浩 跟曹亿一样 结果没杀到 自己反而给反车了 这盘棋啊 孙希浩获胜 这盘棋讲解是 2018年的碧骨圆碑 王者风范 红方是许云川 黑方是蒋川 开局是先之路 对战的是足利炮 那红方架起中炮 黑方就飞向 红方跳马 黑方进足 红方出去 黑方就冲过来 这边是要打向 红方飞边向 黑方就保留这样一个组 纠缠 红方上马 准备利用这个组 做文章 黑方小组冲下来 抓着炮 准备下了不吃双 红方这个棋啊 他先打了一箱 黑方捕食 这儿红方 炮巴尽死 那么黑方上马 就是一根 红方也就一退 接下来 黑方出去一抓 红方也就一保 黑方再平足 让红方去上 这样的话 他锯炮脱根 接下来 黑方就要快速 把锯拿出来 那么红方选择 是炮平三 准备呢 打向 破的弹子炮 黑方只好飞向 红方这个时候呀 选择招法是 过快锯 准备吃足 看住自己的炮 这样的话 红方就可以控盘了 黑方选择是上马 特不让 那么这样的话 红方呀 炮三 平五 对方这个气 如果进足的话 这个锯就通了 所以他不敢 那这样的话 他的锯也出不来 黑方只好 先落下 把真心做好 这儿红方选择的招法 是平炮 打锯 对方呢 不能吃啊 否则的话 平炮打向 叫闷 那锯就没了 这气啊 称人之位 黑方进去以后 红方的捕事 就要利用这个足 黑方现在上马 这儿的话 他不要了 那红方这些啊 先炮平三 先打一个足再说 连销再打 黑方先拉住 红方锯炮再说 红方就给他吃了 黑方这时候 顺利的把锯开出 红方 马四进五 准备随时补偿 黑方的话 他掌距 这儿红方选择招法 是金炮 打着马 准备了破连环马 黑方 马五进六 这里的话 就是要踩马 给你换 红方就冲兵 希望你一踩 我炮可以打回来 这样阵型好 黑方就双距一线 想吃炮 红方炮八推二 先弹子炮 黑方就前鞠锦了 这个棋 准备吃中兵 红方捕食 黑方正常就吃 他没有吃 选择了炮八品气 这个棋应该说 走得有点着急了 这样的话 就给了人家利用的机会 那么红方出鞠 拿着鞠 黑方不得不吃 红方上马 这边握着槽 你现在还不敢去挡 因为他回马 有一个采鞠采炮 吃双子 所以黑方只能先把鞠避开 鞠看着卧槽 然后这个棋 避开了采双 现在红方这棋 选择回马 继续采 黑方就 平一下 这个棋 红方可以加中炮 先不对了 因为这个棋 现在有一个强行平局过来 对局很厉害 你对这边空 你不对的话 他马在往这边跳 这个字一腾落开了 这二对方这个棋 就顶不住 那么走 马鲁军八 打局 黑方刚好就对一下 红方这个棋的话 选择 鞠二平六 黑方的话就打掉了 红方这个棋 我打过来 他这个棋 现在有一个双鞠过来去抢 所以你还是没棋 那么红方就打出去 黑方这时候选择招法是上马 就要采鞠 红方是近鞠 勒住他 黑方平鞠对一下 红方就换掉了 那么这儿选择相掉 红方这个棋走 举手平开始抢足 那黑方也可以 举手平吃个兵 这儿如果说你退回 踩我一下 我可以撑你 他可能担心这招棋吧 其实底线一将 若是 炮一将 不是的话一将不炮就吃了 那么这儿肯定要上 到这里如果回马 也是消极 还是红的占优 这期黑方有一个退居 将军的好期 往后呢 是可以捉马 虽然说你可以多吃一个子 你还不敢吃 因为你刚一吃呀 将军 这边的话 洛格是 绝杀了 所以 这个要注意 说明黑方这度棋 可以下 他选择居度平二 看似稳健 那么红方就马八退六 黑方好不容易把马上来了 但是红方平均捉马呀 就出问题了 这个时候 黑方最顽强的招法就是飞向 将来红方这期会马六进四 再马四进三一将 那你出来之后的打向 你飞向不可呀 不向的话 这把向踩了 还是等着输 一旦一向掉的话 他再一吃啊 将来是狙马兵 对狙炮 对方缺个向 就很难下了 这是最苦的走法 上马的话 这个棋 相对杀 但是这个棋 马一离开啊 就是空门呀 没有人防守 这个马一上 窝巢马很厉害 不但平均叫杀 还富有打向 黑方呢 只好知识 到这儿看 许人川如何入局 这连门一脚呀 很精彩呀 局砍向 你就有上 退一将 这边有炮 你也是有下 跳马一将 有局 你也是有出 炮退一步 准备叫杀 想跟还跟不住 这儿有马 所以看着平炮 马后跑杀起 挡又挡不住 跑又没法跑 想穿 你就认输了 这盘棋 许人川获胜 这盘棋 讲解是 机中有机 虽然看不到 王天一和郑伟同 十番机决战 比较可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陈炉刚 对蔡右广的 十番棋 两个人在 2020年就下了 这十番棋 当时的话 棋谱没有更新 现在一样更新了 咱们来看一下 这十番棋吧 经典对决 红方是陈炉刚 黑方才有广 开局是中炮 对待一个平风马 对方是先进的七族 那红方自然是过河局 黑方跳马之后 红方冲的是中兵 这个棋 它是一种偏门走法 猛攻中路 黑方到这儿也不怕你冲 因为你冲过去 他可能要补视 你再冲的话 等于帮对方上马 所以这个棋是没有必要的 红方正常就上马 他是在等 等你这边上马之后 我就冲兵利用你 黑方这边的话 他选择的招法是浸泡 先把区域赶走 红方就推着了河口 黑方这儿飞一个向 其实他是右敌 比方说你冲三兵 他浸泡牵制你 你动不了 他进出欺负你 你要是选择兵器精英的话 他刚好可以炮打一枪 刚才你冲三兵了 抽着鞠 你必须得反强 这样对方会踩掉你 任然大局 你要是兵冲过去吃炮 他马偶尽棋 一踩就看住了 加你中炮点一百丢 所以红方暂时不能够轻距往洞 他选择上马 黑方补视 很明显是要浸泡打马 出鞠 进去去锁 但是这棋还需要三步棋 红方抢前就冲兵了 他这兵过去还要吃双 那么这儿的话这个棋 对方如果冲这个马就上去了 所以黑方决定走炮吧 接二 巡河炮 红方就冲兵 把架子给你拆掉 继续胁破你 黑方继续走炮 这个是盘头马 对战巡河炮的经典 到这儿的话 红方是冲边兵 这么把鞠拿出来 黑方就抢先上马 跟他去换 红方也冲 趁机过个兵 对方不让踩掉他 到这儿之后 如果正常去换 那吃完之后 红的比较满意 黑方他这个棋 选择一步 泡尔金 非常厉害的手段 就是强行要过这个组 红方正常就出鞠 黑方这个棋 他先上马 的意思在于 就是我下一步过组 这边拱着鞠 这边还踩着鞠 红方赶紧撤 黑方就冲过来 到这儿你也不能踩 他是有根的 所以红方就冲过去 就问你对不对吧 你不对我就踩你 但是你对掉的话 我狙一吃 中路是知道皇城 如果你要再吃的话 我杀上去 双狙抢炮 对方关键 这个狙炮没跟 很明显红方占有 过了个骑兵 非常厉害 那么对方这期 他决定打狙 避其风 红方这个棋就躲 黑方抢到这个先手 就快吃掉了 红方到这儿也是打掉 黑方走的是 把这个兵消掉 接下来红方这个棋 他可以走 G4进3 抢占对方的逐林线 这个棋的特点在于 控制局面 同时还可以 走到马五进3 采足找机会扑炒 所以这个棋 对红方是有利的 实战他选择 招法是凭居吃炮 这个棋看似精巧 其实被对方 G1品3 反客为主打向所利用 武方正常的话 选择飞向 那黑方可能 把G就长起来了 他就抢不到这条线了 但是他也应该去飞向 掌G的话 其实是想走一个骗招来着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故意给你吃个香 如果你敢吃就上当 你对局之后 你就变空穴了 现在有三种走法 平足 回马 或者掌G 首先平足这个行不行 为什么呢 上马挂脚杀 出老将拍死了 那退回也不行 看着挂脚 看不住卧潮呀 这个棋就杀进去了 那么现在平足不行 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回马 但是对方一捉 你只要一走这个马 他甩去就杀 出老将拍一将 挺不拴了 你不动的话 他马骑进爬也杀进了 如此可见 这两个棋确实很厉害 黑方是防不胜防的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他能选择招法 会走一个掌G 但即便如此呀 你想过他防守啊 来不及 他先捉你炮 你一时将死了 等你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得死了 这个结局啊 我想发展是不利的 你想进足上马 来不及啊 这边叫而杀 那么正常 你得推回防守 但是你一退的话 这个棋啊 他是有一个上马 挂脚太厉害 出老将 拍也将跳马也将 抽鞠不说 马后炮杀你 进鞠的话也不行 平鞠过来抓你鞠 你吃鞠的话 他不是对鞠啊 跳马也将马后炮杀棋 你吃马的话点死 所以这个棋啊 对方鞠没了 可见这个棋啊 那你打相就意味着要输 黑方他走的个巧手 先平足 就是不让你鞠到中路来 然后呢 红方这棋看着拱鞠 只好闪开牵住对方 黑方这个棋 惊天妙手就是推炮 你吃我炮我就躲呗 现在你要赶走的话 我就一将 这边你鞠过不来有足 他就算好了 你不管中路鞠什么 他叫吃鞠 所以这个棋尴尬呀 这就是呀 黑方的那个反套度啊 这红方吃炮没吃到 反而被人家把他炮吃了 他还没脾气啊 所以他只能把这个足吃掉 对方一打将之后呀 正常如果你中路鞠啊 那人家回马也踩鞠脱身了 所以他走的是回马 强行啊 给鞠生根 对方一捉啊 这边就一闪 这一蹬 他就一吃 那么对方一踩之后啊 红方可以追回狮子 但这个棋 他骑合之后呀 吃着马 这个马一走之后呀 将军俱美了 那么他选择招法就不要了 意思是给你吃一个 过来吃炮啊 找机会呢 抢猪想求和 这个棋 黑的他直接一将 红方就忍输了 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棋啊 你要是不左边这个石啊 顺手吃一将抓你炮 你要电中炮的话 那是铁门栓啊 这就意味着舒奇了 那么你要是 右边石啊 不想被铁门栓 他吃完之后呀 你现在如果 放中炮跟刚才一样啊 落石再补石 出了这样铁门栓 即便你推到底线啊 看那是等着数 别人会放多子呀 那这个棋 你可能会出 出来的话 他有个背炮的棋啊 看着是交换 多吃个事 其实他打一僵 这个厉害 到这你只有点炮 黑的可以聚进一 如果你正常推二的话 他就炮尖尔 铁门栓 那么这个棋 你可能会 浸泡啊 抓你一下 你一看之后 你就不吃炮了 他顺手抢了你的兵啊 因为你少子 等待你的还是被围成 所以呢 趁热刚到这呀 你就认输了 这盘棋啊 蔡右广获胜 这盘棋 将近是破天杀星 1991年的团体赛 这是胡荣华对战 蔡中诚之战 这项目输过一盘棋啊 蔡中诚赢了草原领啊 棋的大师都下不过天杀星 咱们今天看一下啊 胡荣华能不能破解他 开局是先之路 队 错中炮 红方跳马以后 黑方是上马 红方能出局 他不着急啊 黑方他也不着急 这儿红方出局 他是要走炮的平衡啊 声东几西 黑方就牵住他 不让拖 你要冲三兵的话 他寻核局 你要对的话 对掉你 将来形成五六炮 快速出局 又是寻核局 所以这样的话 发现下去啊 就比较平稳 所以红方不愿意对死 走一些复杂变化 飞下是为了快速出局 黑方近七足 他的目的是为了 走一个炮二进四 红方捕士是为了 出去拦截他 黑方这儿打掉了 那为什么选择打兵 而不走炮二平三呢 因为这个棋可以捉死炮 出局之后呢 炮八腿啊 看也看不住啊 这平炮硬是把黑方炮给捉死了 所以黑方这个棋啊 他只能吃个病啊 不能贪心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就齐合去捉他 黑方呢 出局应该说是一个正中下坏 其实这边呢 可以选择飞向啊 但是飞向的话 担心人家炮二进四 所以他需要先长一个局 当你对的时候 我换掉你 然后再飞向 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那这里你不让出局 他可以出横局啊 所以黑方呢 走到巡河局 是可战的 先走局平二的话 是要拔剑对杀 红方吃一足 那黑方吃一炮 红方吃一炮 黑方吃一马 红方再把这马吃回 看似好像是黑的先手 其实这个时候呀 黑方呢 是后手 他不能走过合局 原因在于呢 人家会把箱吃掉 现在你局不能动 一动底线出问题 你不动的话 他这个棋啊 就可以上马踩局反击 这个棋的悬念在于 黑方现在如果炮打出来 红方怕不怕呢 这个棋是不怕的 简单一点就吃就行了 走到这个盘面的话 红方优势无疑 但这个棋 他不太好赢 为了赢就要冒险 冒这个险就是 出来继续采局 黑方这个局一 走去下底炮 怎么办呢 他不敢动呀 他不动的话 这个棋正常就要甩局 底线一将 有一个侧面虎 就胁迫红方打掉 这个棋就是 黑方亏 红方优的棋 但是红方这个棋不满意 他不好赢 怎么赢呢 他这个时候呀 可以走一个 棋局砍式式经典 这个棋对方如果上的话 那将来这个棋再去换 红方优势扩大 这样就比较好赢了 那对方如果不甘心吃掉呢 红方一将 那就可以抽屈 对方如果填进来的话 那其实呀 就等着输了 点将之后呀 顺势双将 进来之后呀 再将 那么这儿就上 再将 下去之后呀 再将 他可以不断去利用你 走到这儿以后呢 红方再把这个局打掉 看着你要侧面虎 一招棋啊 负一求心 这个棋随时 居一将退居 跳马将还有吃局啊 所以红方到这儿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盛世的 就非常满意 刚才我们还说到一个棋啊 就是说 当红方将这一刻 黑方如果舍不得这个局啊 那这里啊 将来经过反复利用 就可以把你吃掉 那如果对方这个棋啊 简单去走 比方说啊 他进老家了 那你要打局 人家吃进去 所以红方必须得吃这个局 这就是啊 有悬念的地方 黑方这一将之后呀 有一个侧面虎 红方怎么办呢 给他吃一个 元帅偷跑啊 为以后的戒杀还杀做准备 如果你要强行上马 炮给你吃掉 如果你要将军 你上去 看着下一步绝杀 但是红方一步回马 可以戒杀 将军之后进来 想吃马吃不了 推爆还打死局 一旦一逃局啊 瞬间杀一将 不是杀势啊 出来之后呢 退局将来会有一个杀棋存在 那对方这个棋啊 一退局啊 可能 点两将把局瞅了 所以这个棋啊 反而要输啊 所以他知道 红方这个解杀还杀啊 太精妙了 那由此可见啊 黑方你过河局 你杀不过他的 底线就空了 这儿的话 他是进足 也是很无奈 这样的话 红方就把黑方局封住了 黑方就甩局啊 红方是退了一步 要打僵 黑方就掌局 想要甩局过来会合 红方呢 掌局以后啊 黑方他走的是上马 并没有甩局 为什么呢 因为甩局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可以落势 这边的话 暂时是没有棋的 看着好像局啊 砍是一将 其实呢 这个棋啊 他这儿啊 想走创围局 还差了一步棋啊 那么这里啊 红方有一招平局 抢先成杀 正常你要是啊 不左手 直接杀底向白走 不右手话 这个炮一打之后啊 铁门栓绝杀 所以这个棋啊 林场他就不敢选择 这个棋局啊 那么正常的话 先拆炮 这样的话 红方有一个平局啊 他的意思是我下底炮杀势啊 双局错 你不是维持 像陈亚军啊 绝杀 黑方得先补视才行 红方也需要补格式 避免被他 出了这样利用啊 对方一点局之后啊 通过闪击门弓 一弓戴手 试图把象连起来 那这个棋啊 红的也不怕 红的这个棋 他可以选择 就先出来 远离这边啊 那你暂时没棋 你要是平局的话 他一吃相 你杀不过他 你要是飞相的话 他这个棋啊 将来有一个下底炮 随时点相眼杀你 对方这个棋 也确实是啊 没有棋 你杀他杀不到呀 他这一杀之后 还要砍相杀你 你还得退回去防守 这样的话 他这个棋啊 有一个双军线啊 这个棋你还得退回 所以最终这个结果呀 肯定是红方占优了 所以黑方他这棋 感觉比较被动 不愿意这么下 他决定走的是上马 那么红方这个棋啊 G2平C 继续呢 利用他 黑方如果补视 这个局就不活了 但是你不补视啊 他打将狙杀底相呀 双狙要杀底势 这很危险 黑方决定啊 就棋空头 放手一搏 红方也就打掉 黑方也就打掉 到这儿呀 三个归边 但是这个棋有惊无险啊 想抽子是抽不到的 关键是红方 怎么样迅速杀进去 红方把相一吃 直接胁迫对方的底势啊 黑方决定上来 那红方杀底势 准备呢 海洛月 这个棋 黑方很无奈 颜看被杀 他只能会嘛 选择看势啊 以退为进 将来还踩着炮 这边关键是点将啊 附有一个底线抽子 那么红方这些啊 就先退 黑方啊 将军 落实之后呢 这里啊 正常是下底线 在临场他出老将了 没有选择下底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呀 你下底炮 没有用 他上马要杀你 就算你出来 就没了杀底势啊 行双举错 反杀 红方这个棋啊 有一个弃马的敲手 如果说你这个棋吃掉 他这边的话 就可以底线一将杀棋 所以你不敢呀 那你不吃的话 这个棋也就上 红方退居上向 砍向 下去一砍马也是绝杀 而且简单一点的话 直接砍是杀了 虽然你可以采矩啊 杀你一将啊 虽然你可以殿矩 但是人当杀人 佛当杀佛 进不去 太狠了 所以这个棋 你下底炮 你杀不过他 黑方决定先处 避开红方 上马将军的棋 红方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他选择的是 平炮 这个棋就是不给对方 将他补试的机会 那么这个棋啊 你刚补试 杀过来继续去杀 那么对方这个棋啊 如果你下底炮 他也是上马这条棋啊 所以这个太犀利了 对方到这儿也是很无奈啊 走了一步退狙 意思是啊 你上马我可以平狙过来 抓你的炮 红方仍然是上 黑方这么一抓 他希望你马四斤六 他吃你一个给你欢 但是这个棋啊 红方有一个狙砍底式 叫弃狙啊 犀利 那么你现在如果不吃的话 进去也是等着输呀 他吃掉以后 红方这个棋啊 有一个马四进武 很经典呀 上来之后底线杀 刚才演示过了 进去的话 这边呢 先把你吃掉 将来这个棋啊 炮六平武 又有一个将军叫杀 而且还抽着去 对方你最好的棋也就是砍掉 但是砍完之后呀 就这个狙马冷招 你都受不掉 所以这个棋结局 红方是必胜的 到这的话蔡忠臣也就认了 这盘棋啊 红花获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